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辉瑞的药片不被纳入医保 这是中共医保局发出的通知 7号跟辉瑞谈判 8号说不纳入医保 因为辉瑞的药太贵了 这个就如何如何 大概如何如何 那网上评论就比较 网上讨论比较多了 然后大家讨论的概念就是 据说辉瑞的黄牛票 黄牛票卖到7万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 这个价钱是否OK 真的是这么个价钱 那在中共上层 中共上层大概正副局级以上吧 我个人的看法 他们会拿到这些药 很可能会免费提供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说触级以上呢 我就不好说 触级以上不好说 但是副局级以上肯定可以的 那这样这是他的一种风格 但与此同时呢 中共在就是有些人在倒卖 这些药片的时候呢 他的倒卖的方向应该是那些 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所以他就大部分的普通的中国人 就变成了跟辉瑞就没有机会 那辉瑞的药贵不贵 就是辉瑞的药贵不贵 这个东西是两个说法的 北京的房子卖多少钱 上海的房子卖多少钱 纽约的房子卖多少钱 不开玩笑 芝加哥的房子卖多少钱 加拿大多人多的房子卖多少钱 对吧 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的房子卖多少钱 你去这么比较 就是作为个人的消费本身来讲 很多人会以房子的本身的对比 是能够对比下来的 奢侈品 奢侈品 马斯克从首富的位置降下来 而取代他的就是卖LV包的 所有奢侈品的老板 因为几乎顶级的奢侈品的品牌 都在他手里面 所以他成为了世界的首富 那没有中国市 没有中共国市场 就没有奢侈品市场 几乎这成为了一个定论 几乎成为定论 在疫情的过程中 在整个过去疫情的过程中 奢侈品市场没有摔败 没有怎么太摔败 有钱人他不怕 他用自己的方式就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去这么对比的话 你再看看在西方的社会中炒房子都是中国人 90%都是中国人 所以这是合伙的去炒房子 给人们给他们基本上 起码人们在市场的表面上 留下了这种印象 在纽约 在加拿大 多伦多 在温哥华 在澳大利亚 在新西兰 开豪华车的 开真正顶级奢侈品的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如果你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如果你是洋人 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说我家里有药 我家里有药 你要要我这药 你说你卖什么价钱 那不开玩笑 当你骂辉瑞的时候 当封城的时候 你们家白菜 你上外面买白菜的时候 白菜多少钱一克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市场的概念 我相信是这个概念 所以本来作为中国 那辉瑞的药 都是跟在西方社会 是跟政府穿着一条裤子 穿着一个裙子的 穿裤子都麻烦 两个腿 穿裙子 哐啦一块 装几个都成 他们是 他们叫裙带关系 他们是穿着一个裙子的 他们是完全的 他们是完全的利益共同体 他们奉行的是左派的思想 共产共欺的说 大家共乐 共欢快 你看那个毁掉 那个做比特币的那个市场 那个小小子 那才多大 30岁 29岁 那十几个人 那里头有几个中国孩子 中国人 那跟中共 跟美国的政坛顶层连在一起 圈了几十亿 干嘛 几个男男女女就光不留条玩那个 他没事干 他在巴哈马买的顶层的公寓 整个楼 他没事干 他没事干嘛呀 对不对 无是生非嘛 所以张飞就出生了 张飞就开玩笑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 所以那卖给其他政府 他都很便宜 那他 那其实 所以他就说很贵 是不是这道理 那他不掏 中共今天几乎 中共国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 就是经济体 他的实力在那 他的钱财在那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中国共产党有钱 那法国人买了药了 英国人买了药了 德国人买了药了 连那个西班牙人买了药了 都是政府买药 你最有钱的政府不买药 这是问题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大家换个脑袋 你要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的政策 是让全国人民羊了 而不是让全国人民吃药 但是习近平不会阻止你去买药 但是你要让我国家掏钱去买药 那我就再说说 那你自己愿意有钱买药你就买去 所以这是他的政策 大家要知道这是他的政策 那政府不愿意买药 有钱人你愿意买就买 那你有钱人去买 辉瑞的药到底有多用 那就听天由命 那几十亿人 全中国十四亿人 十三亿人十二亿人 真正有钱的有两千万 有三千万 有两千八百万 对不对 真正有钱的 一般人算有钱的就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 你看加拿大美国你算不算 说百分之一的收入 他的年收入 应该是在哪个档上 你可以找 这些都是公开的数据 那在中共国有百分之一的话 你算多少人 对吧 百分之一一千四百万吧 应该是 算数不好 百分之二三千万 还就这个数捏 那这个数 你花钱买去呗 那剩下十二亿人 十三亿人 我们全养了 把你围上 你吃吧 吃死你 对不对 辉瑞吃完之后 他该养 他还养啊 所以这是 在我眼睛 这是真正的政策 真正的政策 习近平不阻止 不阻止 但是呢 政府不掏钱 那医院该治该治 一切听天由命 但我的宗旨 是让全民自己养了 所以他是习近平跟温神合伙 让全国人民养了 这就去应和 那辉瑞的药 大家要知道 辉瑞在做药的时候 那传染病是一个传一个的 那辉瑞要面对的 今天中共国的传染 是坐地蹦起来的 你以为他真管用吗 辉瑞的一切的 他面对的方向 是欧美人 是白种人 是白种人 有时候陶哥 你还一定是有差距 他一定有差距 他如果没有差距的话 在疫情出气 在美国 在英国 在意大利 在法国 等同的统计数据 现在都没人提了 当时的病毒攻击的 原始病毒攻击的 是黑人跟拉美人 白人被攻击最少 第二个最少攻击 是亚洲人 亚洲人根本没事 那你现在在中共 在中国流行的病毒 就跟当初背景的时候 就原始病毒很类似 对不对 白肺就是很类似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那如果回归到这点上 他变成全是亚洲人 全是今天中共国人 坐地起来的 我问你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觉得后来产生那些药物 真的能有多大作用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整个与疫情和制药的背景 背后的故事太深了 所以这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跟西方社会的这个大重置 世界全球主义在真正的对垒 双方在冲突 双方在冲突 利益生的冲突 这个市场的冲突 大的背景的冲突 这是完全换个角度说 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政权 跟西方社会的极左势力 发生内论 出现今天的故事 感谢朋友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